哈喽 这里是以涵的居家和我分享 先从比较日常做的一件事开始吧 老期的时候 先会喝一个茶加上蜂蜜 然后这个语心糖的茶是我之前就有买的 因为它家的玫瑰很大 就是这么大一颗 然后我一般会泡个四粒吧 然后放一些蜂蜜进去 这是我自己用的那个大水杯 我自己今天在里面泡的是菊花茶 还有那个加那个梨汤 根据现在的天气 然后你觉得你的身体的状况 然后来选择你想喝什么茶 然后呢泡澡的时候 我会选择比较好看的玉球 然后这个就是bling bling的 然后放在里面很舒缓 我也会点一些香薰 我比较会喜欢在浴室放香薰 因为房间我希望是比较清爽的 然后就是晚上的时候睡觉 我非常喜欢用眼罩 因为我眼睛会视觉疲劳 因为我就会用升气眼罩 然后来让它就是放松我的眼部 然后明天就是非常的明亮 我现在靠着这个按摩枕 它特别的可爱黄黄的 然后它这个里面 是有这样的几个按摩的球 把它放在顶住这里 然后这样按 然后如果腰不舒服的话 就会把它放在腰部 然后呢想介绍一个 你要闲得没事的话 可以去做的一个事情哈 因为我一般就是不拍戏的时候 或者想放空一段时间的时候 我就会拼这个东西乐高 拼的时候可以放空自己 也是一个很好的消遣 然后呢我想再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 好可爱 这个是樱桃小丸子的 它其实是一个茶具 它是樱桃小丸子的茶杯 好可爱 看到就会觉得开心 来试一下 我觉得我对于居家的还有一点就是 我非常注重于睡衣的材质的选择 我会喜欢真丝的 也会喜欢棉质的 今天穿的就是一个比较真丝的 我会在夏天的时候穿 在冬天的话我就会选择比较棉质的 好了大家今天就是我分享的一些家居的分享 我觉得大家在外面都非常的辛苦 奔波劳累 所以在家里需要很多 治愈的东西来治愈疲惫的心灵 我推荐的都是平时可以治愈到我的东西 希望你们也觉得有提升幸福感的小物件 也可以分享给我 拜拜 拜拜